歡迎來到小小娛樂之 Train 第七至八集 床姨在守正時知道兇手的殺人手法 先用頸鏈勒死,再用錘仔打其頭部 陀翁就對他坦白 其實同十二年前,梳姜爸爸被殺案件一樣 即是陀翁爸爸是被冤枉的 而梳姜看到母親的首飾,在其屍體身上感到很奇怪 所以陀翁都大膽說出真兇並不是自己父親,是另有其人 而梳姜從驗屍官得知犯案手法跟陀翁說的是一樣 令梳姜開始聽入耳 陀翁當然向唯一一個目的者鎮宇問話 想他趕出當天他見到的事 可惜陀翁不想透露 陀翁就只好用極端的手法勒著他的頸 跟他說殺人只需要一分鐘就行了 但是之後要承受殺人犯的名義去生活一輩子 餘下的人生,想活在地獄還是天堂就由他自己決定 最終陀翁都跟陀翁說出他所見的車是黑色SUV 司機手上有一大顆子 而這個人剛剛就入了警署 此人就是異山屋 只是梳姜死去繼母的兒子 陀翁就乘機查看他的車尾箱 還暗示自己知道他有SUV這架車 另外異山屋立即就拿車去廢掉 恨好陀翁一早就派人跟蹤異山屋 並且及時不倒車給鑑證科手證 同一時間梳姜亦都說出奇繼母曾經表示害怕而止 而且因為異山屋賭博和生意失敗 令兩母子的關係不好 所以異山屋絕對有殺人的動機 創B手證之後找到第五受害者李智英的頭髮 甚至找到其他失蹤人的證據 而梳姜更找到異山屋做Gym的卡 陀翁一同去到Locker發現有血跡的鎚仔 以及梳姜母親的首飾 所以兩人更肯定異山屋就是兇手了 科長見到有確實的證據立刻向陀翁道歉 還提醒陀翁 為什麼梳姜要調到這組裡面呢 而科長找到陀翁的爸爸 但是由於爸爸患上絕症就來去世 所以不想陀翁知道 草咪在大閘道找到梳姜的血跡通知陀翁 令陀翁知道在這個世界 梳姜一樣曾經被異山屋性侵 甚至被繼母毒打 可惜這個世界沒有自己在守護 所以令梳姜覺物自殺過 延遲在A世界的陀翁知道二山屋正是當年遇到爸爸的司機 就去到獄中找到二山屋 看到他畫畫裡面有個戴肩帽的男人用鎚仔打另一個躺在地上的人 回想之下 陀翁記起當時車裡面除了有二山屋之外 還有另一個肩帽的人 正當陀翁離開監獄的時候毒引起 他入到藥房打藥的時候被人發現 並逃走到毛鯨站 剛好這一天是下雨天 時間也是晚上9點35分 確認二山屋是兇手的梳姜 積極地去找出他藏身之處 獨自一人去到街市想處決二山屋 可惜被二山屋從後勒頸並且壓倒在桌上想報仇 當年梳姜弄盲了他的眼睛 更囂張地說出 當年是他父親不幸 早了回來 他只是想偷了一隻船 甚至說被勒頸的梳姜跟他爸爸好似 梳姜就立刻拿槍出來指向二山屋 表示等了這一刻很久 自從自殺被救之後 一直都想找出兇手處決 現時正是對時候了 被槍指著的二山屋突然又反口說他爸爸不是自己殺的 可惜梳姜已經開槍 還舉起槍打算智障 陶翁及時說到並向梳姜說對不起 要他一個人承受這樣的痛苦 甚至擁抱安撫梳姜 當梳姜冷靜下來之後 發現二山屋不見了 兩人就跑出去尋找了 這個時候回到自己世界吸毒的陶翁 回毒警署見到他們正調查二山屋 所以就打電話給另一個陶翁告知二山屋只是幫兇 還說一定要抓到二山屋讓他開口 可惜二山屋在陶翁背後從高處墮下 當時二山屋情緒激動不斷說不是自己殺的 還拿著頸鏈說是證據 陶翁下屬勸他回來的時候 可惜二山屋有幻覺見到兇手想逃避而墮樓 這個時候沿著血跡走到天台的梳姜都到達 最終二山屋送院時沒有意識 當科長追究開槍事宜 陶翁站出來就幫梳姜說話 甚至說自己安排不當 梳姜發現一隻眼瞞了的二山屋 很多時候都用左手的 但是兇手犯案的時候應該是用右手 所以認為二山屋並不是真空 兩人就對二山屋身邊的人展開調查 科長就通知陶翁其父在療養院叫他去探望他 兩個兔翁相遇 回到自己世界的兔翁只想趕命一個走 並且要看自己父親找出真空 兩人互相揭露對方的創霸 吸毒的兔翁更說出 梳姜其實是他自己殺害的 知道兔翁去了探望父親的梳姜 來到療養院 還對他父親道歉 這麼多年來都誤會他是兇手 但是其父反而安慰他 叫他放下 梳姜更向兔翁提出 叫父親試試做催眠 去了解當天發生什麼事 其後兩人更調查到 中學時期內藥的二山屋被欺凌的時候 有一個男同學經過被弄別手機 但是該班同學就沒有理會他 之後男同學就不斷揮拳打同學 陶翁就猜測應該因為這樣 二山屋視這位同學為榜樣 吸毒的陶翁在鑑證科看到頸鏈 正是之前在另一個世界看到的資料上 二山屋發生意外的時候 隔離朋友的頸鏈 所以就回到無經警署找頸鏈 而頸鏈裡面有顆藥 剛巧被桿接完 陶翁電話表示父親願意接受催眠的梳姜見到 吸毒的陶翁立刻就明白 為什麼陶翁不想回去自己世界 拿了一顆藥去問化驗師 原來這顆藥是醫治一種罕有的遺傳病 這個遺傳病會失去控制肌肉的能力 運動會有障礙 除了病發會令腦部損失 導致有患覺癡癌或者失憶的症狀 而且在韓國只有百多人有這一種病 所以陶翁就拜託化驗師要名單 另外疏姜介紹了平時看的心理醫生給陶翁父親 並且接受催眠 記起當日入屋的時候已經被人用玻璃瓶打暈了 可惜見不到兇手的樣子 醒來逃走的時候就踩到有個藥瓶 但是疏姜完全沒有印象家裡有藥 而陶翁就猜測應該兇手再次回去案發現場 拿回藥 這個時候心理醫生突然拿出疏姜媽媽手式的盒 嘗試看看父親是否記得兇手的樣子 陶翁父親果然記起 而這個人就是心理醫生 而二山屋手術後 腦部受創可能會變藥肢 由於放了粒藥在頸臉被二山屋取走 落入警察手中 而陶翁爸爸又記起自己 所以他就決定送爸爸一程了 多晚吸毒兔翁來到探父親 心理醫生就趁他走開了就準備打藥士 突然病發 兔翁父親醒了就立刻逃跑 接到護士通知父親失蹤的吸毒兔翁 立刻去找祈父 甚至打電話問兔翁 隨後吸毒兔翁救了差點被車撞到的父親 可惜還有另一架車衝向他們兩人 趕到來的兔翁找了一段時間 發現了父親和吸毒的兔翁流血了在地上 第七至八集完 想我講什麼行劇給你聽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訂閱和Like和Share 拜拜